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的 那麼這個 在今天沒有講到以前 我還是根據我的習慣 我想來看看大家 大家都是俊男美女 這個不要狗逼先知的禮物 這兩天 前兩天有參加 大家沒有來參加聚會的舉手 我看一下 這幾個 那有時候我在為大家服侍的時候 聖靈有時候會叫我鎖定目標 然後這個飛彈就放出去了 這個飛彈就是上帝的話 講的對的都是出於上帝的 講的錯的都是我的 上帝不會出錯 我先給你們大過招呼 因為這個有時候這個帽子戴著 哇 那個先知說我怎麼樣 我曾經碰到一個弟兄 跑過來跟我說 有個先知說 有一天我會到中國大陸 帶領七億人悔改 我聽到我說 哇 願神的話成就 這個所以說領受的話 我們還要去分辨 去分辨 好的 感謝主 這個穿綠夾克衣服的 戴紫色口罩的弟兄 你歸姓 姓鄭 陳 OK 陳弟兄你喜不喜歡音樂 會一點 你會不會彈吉他 不會 你會不會彈什麼音樂嗎 彈什麼樂器 聽音樂 聽音樂 OK 因為我剛看了一個意象 就是你抱的吉他在那裡彈 所以說 但有時候是個比喻 也可能是 如果說你想學的話 可能也許上帝要祝福你 學習這個吉他 或是彈這個古典吉他 說呢 當你在聽音樂的時候 神在你的腦筋裡面 做些重新 你會要做一些 我現在去做做一些 組合的工作 因為這個音樂 你是喜歡聽哪一類的音樂 因為這個音樂 你會會聽哪一類的音樂 流行音樂 流行音樂 OK 那麼要注意到 這個流行音樂 它也會給你做組合 看什麼樣的流行音樂 有時候流行音樂不好 它給你重新組合 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因為流行音樂的時候 有的事情 它講出來 尤其是这种绕舌的一些东西 他有的是讲的一些很负面的 所以要注意 也许你都不见得听得出来他在唱什么 但是他东西 也是会进入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 会做成工作的 尤其是这个唱歌的人 如果他自己沾染的很厉害 他身上沾染都会到我们的身上去 所以我现在几乎电视我都不看 以前我是电视名 电影名 没有一个电影不看的 看了最后我就发觉不能再看 所以说我觉得神可能要在这方面提醒你 感谢主 好的 第二个意乡 我看见你在打弹珠 我叫这是比喻的 这个拿起来打的时候很仔细很小心 我想你有时候做事的时候 很仔细很小心 这个测量周化这方面 但是我最近看你打一个弹珠 神叫我看你打个弹珠 进了洞又错来 进了洞又错来 所以你觉得很挫折感 可能有些事情你想做 但是就是好像临门一脚 错了 缺乏一个 主耶稣站在那边两个手这样插在那边看你打 然后他就说孩子是时候你来请教我的时候 所以我相信谁要跟你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 更亲密的关系 所以谁要把你的头脑里面的问号要拿出去 你是一个会 新思念会比较去审慎的一个人 常常自己去想一些东西 但是主说想很多的时候容易累 不如你来到神面前跟他祷告 他会来指导你 感谢主 如果说你这样去寻求耶稣的时候 说不定有天他会把先知其事的恩赐赐给你 OK 有没有人小腹有点不舒服的现在 小腹腹部 有点疼痛不舒服 或许是在线上 我说我们学校大概有三百多位学生 也需要不是在你们当中可能在线上 如果说你在线上 你现在看了你可以按到你的手上的 手中的这个腹中 送手按到腹中 开始感谢主耶稣来医治你 因为他的医治已经成就了 我们只要感谢领受就好 开始感谢主耶稣 很多时候在感谢的时候 你的病就得医治 因为感谢的是一个信心的投注 信心是未见事实的确计 是所见之事的实底 就是说你还没有看见以前 你已经相信了 你还没有得到以前 你觉得已经领受到了 这是个信心 信心感谢主 还有的人 你的耳朵有发耳鸣的 耳鸣的 我相信神要来医治你 耳鸣神要来医治你 感谢主 你可以把你的手按照你的耳朵上 还是感谢上帝的医治 开始感谢上帝的医治 感谢主一点都不要怀疑 可能你还会觉得有耳鸣 但是你开始感谢的时候 神的作为就开始进去 耶和华的 因以色列的敬拜为宝座 耶和华的这个宝座 是以色列的敬拜为宝座 所以是当我们敬拜感恩他的时候 就开始有神迹 意识会发生 还有 还有的人心脏 你的有时候会觉得 怎么讲 咚咚咚咚咚 会那里跳 跳得急 或是有时候有些焦虑的 有没有这样子的 你可以现在把你的手按照 你的心脏上面去 有的是惧怕 或是无名的惧怕 有的是心脏 你的这个 跳动规律不好 有的是家里面的遗传 不管是怎么样 现在我奉祖耶稣基督的名 我斥责在心脏里面 一切的这个跳动不规律 或是说有焦虑 我这边听的回音好大 你们底下听的回音会不会很大 有 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声音调小一点 还是把这个众音 我的这个声音比较低沉 可能会 有回音 好 奉祖耶稣基督的名 我斥责这些心脏的不舒服 不管是从家族上传下来 或是恶者撒但 邪灵的攻击 或是说这个 有焦虑或是恐惧的 现在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为家族的这些认罪悔改 为家族的这个拜偶像行邪术 流无国人血 贪念不宜之财的 还有行淫乱的罪 我们来认罪悔改 我求你的保血和守之下 挡在我们跟家族和祖先之间 任何不敬千的连结 现在我要奉祖耶稣基督的名 若是我心中有任何的焦虑 或是惧怕 没有办法离开的 现在主耶稣我们来认罪 因为我们把这个事情 担在自己的肩上 因为你在圣经里面说 当将我们的重担 卸在你的面前 因为你顾念我们 主啊 我们因为信心不足 就把这个担子 担在自己的肩肉上 就把自己压得喘不过气来 主啊 现在我们用力的 我们抛正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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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重担 放在主耶稣的手中 主啊 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因为圣经上说 当学你的样 赴你的额 主啊 因为你的额是亲神的 主啊 因此我们今天来 为这个事情来认罪悔改 主啊 加添我们的信心 主啊 我们虽然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 但是你是我们 你是昨日 今日 明日的主 主啊 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我们把他的道路 生命通通交在你的手中 把所有的未知数 交在你的手中 我们就单单的仰望你 因为你是全能的神 你是无所不能的神 你是无所不知的神 你说一人的道路 是由你来安排的 主啊 因此我们把它交在你的手中 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我现在毕临那些恐惧 忧虑 不知道以前 以后要做什么的事情 完全离开我们 完全离开我们 完全离开我们的心思意念 完全离开我们的心思意念 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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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 求你洗尽我们心中的不幸 洗尽我们心中的不幸 主啊 因为我们常常盯住在那些 我们觉得应该是造成问题的人或事 全是忘记了定睛在你的身上 当彼得定睛在你的身上的时候 你可以使他行走在水面上 当他看环境的时候 他就开始往下沉 主啊 因为主啊 你要借着你的话 靠着我们的心 成就你的意 主 因此我们来到你 面前我们把焦虑忧虑 不幸恐惧 这个忧虑到明天以后要发生的事 完全交在你的手中 完全交在你的手中 帮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 定睛在你的应许的上面 定睛在你的约的里面 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赤着魔鬼撒旦 那个七红的灵 一直在我们心中头脑里面倒垃圾 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奉住你的口 我打烂你的舌头 我打掉你的牙齿 你不许在里面启哄 你不许在里面怀疑 让我怀疑我的神 我的神是信使的 你是撒谎者之父 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弃绝你在我们身上做的一切的工作 感谢赞美神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好 刚刚有得意志的举手 觉得心里面松开来了 有没有 一个 两个 举高脸给主耶稣做见证 眼 刚刚有没有耳鸣的觉得 好起来或是轻了 有没有 有 啊 OK 感谢主 两个 OK 好 感谢神 嗯 好 两个 OK 有一次圣灵 在我在聚会的时候呢 主说他要医治 凡是有这个什么 牙周病 结果呢 这个 那时候圣灵的同在很强 结果我就宣告了 宣告以后呢 有一个弟兄说呢 他的整个牙齿通通松掉了 因为牙周病的问题 你知道牙周病是什么样的问题造成的吗 牙瘾被 有没有 被这个细菌侵害了 就是刷牙刷得不够干净 或是很久没有洗牙齿 会造成这个问题 他说牙齿当时呢 砰一下就通通固定 哇 这个力量好大 这个所以说呢 这个 看圣灵的作为 有时候他强 有时候他弱 他强的时候 那时候是服饰最好的时候 所以我们要学习来抓住圣灵的瘤 还有这位 这边这一排 最后一位弟兄 我穿灰色 深灰色的 灰色跟深灰色 对对对 弟兄你贵心 陈啊 嗯 陈弟兄 神经 神经 我感觉到你在 这个实验 好像要 take some action 要准备 实验 做一些事情 你正在筹划准备 但是你在准备的时候 在灵里面 我就看了 一直有一个小 一个小孩子的手 不一定是你的 不是指你的孩子 就是有一个东西 在一直好像 搅乱你的程序 所以说呢 好像刚刚摆好了一些位置 好像 怎么又变了 怎么又变了 主说呢 你要奉我的名 来开始祷告 来祝福这件事情 因为我的手 要在你的身上 祝福你所做的 这个工作 那这个工作 为你打开了 会一个崭新的 一个 好像一个界面 使你有一些 更新的一些出路 主说所有的聪明 智慧和谋略和连结 和资源都在我的手中 你要单单 来来寻求我的面 我就必祝福你 手中所做的工作 阿们 那边有位姐妹 穿黄颜色衣服的姐妹 是不是黄颜色 还是白米色 对对对 贵姓 谭 蔡 OK 跟蔡英文总统同姓 认识她吗 认识 她不认识你 OK OK 再怎么 你现在正在走在 一个十字路口 而且十字路口 在那边仇敌 为你摆设一个陷阱 我看你好像就站在 那个十字路口的上面 站在陷阱的上面 但是奇怪的是 没有看见你掉进去 我觉得那个十字架 那边好像的十字 好像撑住了你 所以说我觉得 你这个心里面 有点坎坷不安 那么第二件事情 我看在洞里面 有很多的手 要把你抓下去 所以我想可能 仇敌有些让你一些 受的一些诱惑 或是引诱 或是给你开了一些条件 在你碰到困难 和选择的时候 但是主说孩子 我就看到神的时候 就开始把你提起来 带你到路的另外一边 主说孩子 我要保守你的心思和意念 使你能够 不入仇敌的网络 主说我为 在你过去的日子一段时间 没有走到十字路口前 也是走得蛮心酸的 所以说呢 主都看见了 很多的眼泪流在肚子里面 但是主说孩子 我没有忘记你 我没有忘记你 有的时候 甚至在你的心中 可能说这个世界上 到底有没有神 到底有没有听到我的祷告 主说我今天回答你 我听到了你的祷告 而且我要拯救你 神说我愿意跟你建 一个很个人的一个关系 就是你每天来到他面前 来寻求他的面 感谢主 当你以后的日子 神在你身上做工的时候 我看你的整个人 就开始发烈 然后喜乐就重新回来 因为仇敌要把你的盼望要拿走 我看到好像仇敌拿了你的脑袋 就一直往水里面按 叫你喘不上气来 但是主说时候到了 我要把他的手拿开来 所以感谢主 神说我要带你 出死入生 愿神祝福他的话 好的 我想我今天就开始讲道了 感谢主 好 我们今天讲一篇道 是讲到这个 亚当 亚干拿当灭之物 亚干拿当灭之物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约书亚纪第七章第一节 约书亚纪第七章第一节开始 第七节第一章开始 这个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 因尤大支派中 谢拉的尊生 撒底的孙子 加米的儿子 亚干取了当灭的物 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 那么这个亚干的故事 大家看过的 或是听过的举手 OK 只有几个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情呢 就是这个约书亚呢 约书亚这本书呢 它是带领以色列人开始进入应许之地 这个约书亚呢 那么在英文是叫做Joshua 其实在西伯来文叫Yashua Yashua你们晓得这个是谁的名字吗 耶稣 你说怎么搞的 他叫耶稣呢 这个其实呢 你要看看摩西五经讲的是律法 那么律法有没有进入迦南应许之地呢 律法的代表摩西死在迦南这个应许之地的外面 那么这个应许之地代表什么呢 应许之地代表神所有丰盛的恩典 所有丰盛的恩典 那么你看这个律法难道没有恩典呢 这个律法呢是刻在石板上 所以律法是又冷又硬的东西 它不讲情面 所以说他们在这个旧约的时候 你看抓了一个形形的夫人 他们说按照摩西的律法 当然用石头把它打死 这个石头就是代表律法 是又冷又硬的东西 但是这个旧温是从哪来的 旧温是从耶稣基督来的 所以当摩西五经讲完的时候 好像耶稣就代表一个新约的开始 是一个旧温的恩典的开始 所以说呢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呢 这个英文跟这个西伯来文呢 翻译会有差那么多 但是呢这个约书亚呢 那么我们要进到一个神的 一个至高者的一个层次 要得到很多的所有的应许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保守我们心思意念行为的圣洁 那么你看这个圣经这里面有很多的话 跟这个应许 那么这个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呢 它说呢 被圣灵所引领的就真是神的儿子了 有没有看过这句话 有 那么你说我口里神的心里相信 怎么就不算是神的儿女呢 那么神的儿子呢 其实有分为男性跟女性 你说儿子怎么是男的怎么会有女的呢 儿子是讲的儿子的名分跟儿子的身份 比如说我们讲的基督 教会是基督的心腹 那么弟兄 那么我们也是属于心腹的地位 也是属于心腹的地位 那么圣经是用这样子的比喻 那么心腹是什么 单单这个怎么样 恋爱这个爱这个新郎 那么新郎就是耶稣 就是我们弟兄我们姐妹 我们都要好好的爱主耶稣基督 那那个爱不是送男女之间的爱 乃是对他一个 非常的这个全心全意的 来信服他 听从他 爱在他 遵守他的话语 那么这个 那么这个以色列呢 当时呢 打下伊利哥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 他们是绕城走 一天走一圈 第七天走了七圈 然后就一起吹号角 那么这个是代表什么呢 这是代表什么呀 围城 这个围城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走岛 好像走岛 那么什么叫走岛呢 你不一定走也可以祷告 就是说你祷告 能够把这个仇敌的势力 密密麻麻的 通通都 每一个层面都祷告到了 该认罪的就认罪 该捆绑的就捆绑 那么该击打的就击打 那么到走 祷告到到第七天的时候 走七天 那么七代表什么呢 七代表神的在地上一个完全 七代表什么 神的七灵 七是代表神的一个完全 那么三也是代表神的一个完全 但是七呢 它创天地宇宙万物 它是创造了八天 那么其实呢 这个八天里面 它有跟它另外一个属灵的意义 但是神在创造天地宇宙万物 是七天 要讲到神的七灵 是讲的七个灵 那么所以说呢 这个七呢 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代表一个完全 等到第七天 它走了七圈 然后吹号角是代表什么 代表宣告 宣告什么 宣告神的话语 神的审判 临到这个耶利哥 那么耶利哥是为什么 神没有救他们动刀动枪呢 因为耶利哥是巨人的城 那么这个巨人的城有多高呢 在这个考古学家里面 所在迦南这个地 还有在其他世界各地 发掘的巨人的残骸 最高的这个巨人的残骸 是36英尺 就是13公尺 那么13公尺的话呢 我们这从地面上 到这个天花板 我不知道有多少 大概也许可能是 三公尺或者四公尺 那么就是说 那个巨人的城市 是三层楼到四层楼的 那个高度 那个身体可能是 不是按公斤算的 是按盾来算的 所以说呢 这个为什么当初 十二个探子进去 十个探子回来说 那地是吃人的地 为什么呢 他们看我们像炸们 我们看他们 我们自己也觉得像炸蒙 当时我看了这句话 我就觉得 这个描述太过头了 怎么会是炸蒙 炸蒙大概就是脚的高度 脚的厚度 它一脚就可以把你踩死了 你们有没有 我以前我是打篮球 这个初中我就这么高 但是高中没有怎么涨 所以我就放弃了篮球 因为到了高中 我就是从他们腿下跑来跑去 这个后来一头篮就看不到篮了 他们站在面前 但我就放弃了 但是你知道 你知道我在这所谓常人的面前 200公分 200公分大概是多高呢 大概是六尺七寸 200公分大概是这么高 那这个才还是六尺 就是两公尺的样子 两公尺差不多 你想想看 一个人要是13公尺 哇 你说怎么大 你说你等等 我拿梯子来 爬了半天 我打你个耳筐 他那个脸可能比饭座都大 他催你一下你就下去了 然后那个巨人会怎么说 你等等我要蹲下来 然后怎么大 怎么大 这个都没办法打了 所以说上帝就没有叫他们打 为什么呢 你没有办法用你的身体的体力 所以说属灵征战是什么 我们是在神面前大有能力 什么叫属灵征战呢 你碰到什么样的问题 可能都是对你来讲是个巨人 巨人是什么 你打不了 你凭你的血气 你凭你的智慧 都打不了的时候 那个时候怎么样 要抱到神的大腿 抱住神的大腿 我记得有一次 有一个姐妹因为离婚了 她的先生就整她 整得很惨 这个先生真是阻止多么 把她在美国公司的老板都给整掉了 所以说这个人真的很厉害 这个姐妹又是很单纯的姐妹 就被她的先生整得是魂不舍体 然后每次要开庭 她先生找了各项的罪名去告她在法庭上 就告了她前几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这个要上法庭就紧张到这个样子 最后呢没有想到在从一面倒的情况上 我们就开始跟她讲要祷告 我们也拼命地为她祷告 你知道打官司打了多少年 每一年她先生都告她 告了十几年到二十年 到了二十年的时候呢 这个姐妹曾经有几次精神崩溃 做了精神闭月去 实在是很可怜 我们也很生气 但是呢 最后打到最后怎么样 神的手介入 居然法官会说 你这个案子不要再告 我看到你太多次了 法官通常是这样 是辩护律师跟两边的律师 辩护后法官来一个审判 结果法官还没听律师讲话 以前看到他那天就说 不要再打了 回去吧 结果她就这个姐妹就打赢了 所以说你看 有时候你碰到一个巨人的时候 这个巨人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 你怎么样 你不要靠你的血气去跟他打 你要凭什么样的 你要靠着神 神 为什么呢 很简单 有时候我在跟姐妹们 她说 有时候姐妹说 我的丈夫怎么样 这个虐待啊什么的 尤其是在大陆的 有些这个男人 很大男人主义 动不动就是打太太的 这个所以说呢 后来我就跟她姐妹说 你不要跟你老公去这边对抗 这样子 你知道男人是女人的头 这是上帝定的律 OK 所以说呢你跟她对抗的时候 你在神秘天站不住脚 那么但是男人的头 基督是男人的头 你跑她的头上去告 跑她的头上去告 你为她认罪悔改 结果后来我交了姐妹 她就好好的祷告 过不了一段时间 我先生的脾气 给我的通通都开始改变 我说这就对了 所以说弟兄姊妹 我们在征战的时候呢 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封住自己所有的破扣 那么雅干这个拿的当灭之物 是怎么回事情呢 就是他们这个打下耶利哥的时候 他在这个耶利哥城里面 就发现了有非常美好的财宝 所以他怎么样 他说这个东西要不拿 这是白不拿 你要知道是这样子 为什么神叫他们不要去拿 你看像这个扫罗 跟这个亚玛利人打的时候 神就说你要把所有的人 牲畜通通通毁掉 但是怎么样 这个扫罗怎么样 把上好的牛羊就留下来 那这个撒姆尔听到说 这个羊的声音在叫 是怎么回事情啊 那个扫罗怎么说 他说我把上好的肥羊呢 要留下来 要给你的神来献祭 你看人犯了罪 怎么样还要找借口 来证明自己是对 所以说你看这个我们人 就是一个罪的劣根性 那个圣上圣 主耶稣说什么呢 他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再多说的是什么样 就出于那恶者 就是指撒旦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要学习 要是有人讲出来 我们有真的问题 我们就要认罪悔改 认罪悔改 所以我们在先知学校里面 我们跟同工都讲得很清楚 我有什么问题 你要好好地来跟我说 跟我说 那我自己要祷告来分辨 结果说真的怎么样 我感谢你 为什么呢 人家能够看到你有问题就不容易 尤其在鼠林征战 像我这两天呢 我这个背啊 腰啊腿就很痛 发炎 为什么呢 因为前一时后 有人给我做推拿 结果做得太厉害 把这个肌肉弄伤了 他跟我讲说两天就会好 结果呢 又碰到鼠林征战 那么在临界我就看着有一个 一个血铃拿了一个狼牙棒 往我身上敲 哎呦 打得我好痛 后来呢 这个 我祷告了一整天前天 觉得好了 没事 结果昨天晚上回去 一睡觉 今天起来又不能动了 全身又是很痠痛 不是痠痛 疼痛 就是发炎 肌肉发炎 然后呢 我就请我的同工来 我祷告 我说你看看 我这身上到底有什么 他一看到说 牧师啊 你身上好多钉子 插到你身上去 他说我给你拔 我说好 我也来拔 拔完以后怎么 那我就要吃药了 为什么 我下面还有服饰要走 所以说你看 我们在碰到鼠林征战的时候 他能够帮助到你 他能够在灵里面 看到一些东西 告诉你 这个什么样的东西来攻击你 已经是恩典了 为什么 一般人看不到的 如果说他看到你的问题 他跟你讲 你说胡说八道 我是院长 我是创办者 你怎么会这样子的 那好了 下次人家就不说了 你看你脸上弄脏了 你衣服弄脏了 你自己没有感觉到 还走到外面 在洋洋自喜 觉得还不错 那不是让人家看笑话 所以我就常常跟弟兄姊妹说 别人跟我们讲出来我们问题 我们先谢谢他 然后自己去分辨 到底有没有这个问题 有 我们改 我们认罪 我们破除仇敌 在我们身上的权柄 我们就可以在神的面前 站立得住 所以说呢 在教会走复兴的道路 圣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么看你要走到 多与神亲近 你与神愿近 你的圣洁度 要求的就更高 那我们不是因为靠行律法称义 我们是因信基督称义 那么既然是信 这个信是什么 是一个动词 在希伯来文 在希腊文是讲的是个动词 那么信心要有行为 所以保罗在他的信约里面 他说你将你没有信心的行为 指出来给我看 我就将我有信心的行为 指给你看 所以我们信心呢 我们说出来 我们相信的时候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行事意念 我们要与我们得救的恩相称 得救的恩相称 那么很多基督徒 他不读经的时候 他就没办法行出 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样子 所以为什么呢 圣经说 被司令所引领的 就真是神的儿子 那不是说你信了 没有不是神的儿子 乃是你信了 虽然信了 但是没有行出来 没有被司令所约束 所带领所鼓励 那么在你所行为的心思和意念 你的准则 你的价值观 都没有与神谋合 所以很多的祝福你拿不到 仇敌就把你挡掉了 头巨就把你吞吃了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说这个 这个雅干是怎么回事情的 最后他们打下了耶利哥以后 雅干就拿了当灭之物 当灭之物 那么这个当灭之物是怎么回事情的 我们在这个服事的当中 我们就领受到 当一个很有恩高的一个牧者 或是甚至一个先知 是一个使徒 他开始走偏的时候呢 自己受了沾染 或者字里面有很多的 有些隐而未陷的罪 开始被仇敌 谋给撒旦利用的时候呢 他还是可以服事 但是好的会出来 坏的也跟得出来 好的会出来 坏的也跟得出来 这叫受沾染 受沾染 我就曾经请过一个先知 一个使徒 来到我们学校来教课 恩高非常的强 预言长得很精准 灵里面高来高去 又会能有医治 使人眼睛瞎眼看见 所以说恩高非常强 但是我就觉得 有些地方不对劲 我讲不出来什么地方不对劲 后来等他走了以后 我们学校整个崩盘 弟兄姊妹有生病的 有夫妻吵架要离婚的 身体被攻击 疼痛找不出原因的 钱被偷的 撞车的 然后做噩梦的 通通都有 哇 当时我把我搞疯了 甚至他们谈过的琴 我们的姐妹 私情都不能碰 一碰就会在灵里面受到攻击 我三次给他们抹油祷告 这个还赶不出去 这些脏脏的东西 后来我就祷告 我说主啊 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攻击我们 我们一看了 神教我看了 在我们的教会上面 有一个大的章鱼 这个章鱼的头 就一个房间那么大 那个脚大概有十几公尺那么长 八只脚 整个把这个教会抓 你要知道章鱼的脚上 上面有什么 有吸盘 拼命吸 吸什么 吸你的恩膏 吸什么 吸你的财物 吸你的人缘 吸你的健康 吸你的灵命 都把他吸走 所以他那么有恩膏 原来是这样子弄的 所以说在灵里面的东西呢 神跟我们讲的事情 除非你在灵里面看得到 否则你真的不知道 是什么事情发生 真的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发生 那么因此呢 在这种情绪之下 神没有讲了那么多灵界的问题 神只是告诉你不要这么做 或是可以那么做 可以不许不能这么说 那为什么呢 神的话他都知道 因为怎么样 上帝是创造天机宇宙万物的 很简单 我的这个舅舅生前的时候 他是这个工程师 那么他这个 有一次呢 他是在做飞机维修的 那早期的时候在台湾 有一个航空公司叫做CAT 可能你们大概都不记得 也许 那么CAT是美国的一个运输公司 那么他在里面做飞机维修的工程师 那么一般的所谓技术人员 他说发觉飞机有问题 他们就检查 但是检查不出来 那后来怎么样呢 我舅舅舅来了以后 他就把整个飞机的设计的蓝图 里面把它看出来 那设计里面有很多的数学 物理工程师在里面很复杂的 那一般的技师他看不懂 所以他看到最后 他就说就是这个点 他就把这条修好了 那么这个技术人员 几天几夜没弄好 他一下子就摆平了 那为什么 因为他是懂得制造的 同样的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宇宙里面上帝是那个总工程师 他造的每一样东西他都懂 而且上帝是万灵之父 我们是万物之灵 是不是 他是万灵之父 所以说他不仅仅懂得 我们这三度空间的东西 他在灵界的东西 都是他了解的 那么既然是这样子 他所说的话 我们要遵守 我们就不会受到攻击和亏损 所以当我们在被圣灵所引领的时候 这个人就可以领受到 神所应许给他所有的祝福 所以说就会承受到 一个做儿子的 一个所有的恩典 那么这个雅干拿了这个当灭之物 你知道这个人呢 是这样子 他也不是拿了什么佛经 也不是拿了什么东西 他是拿了当灭 这个当灭之物是什么呢 就是属于仇敌的东西 那什么叫属于仇敌呢 你要记住 如果说一个人 他是百偶像行邪术很厉害的 他不管要给你什么再贵这种东西 都不能接受 因为那个东西本身所得沾染 那么在哪里还有这样子的情形呢 我们再看一看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可证之物是生命纪第七章二十五节 生命纪第七章二十五节 生命纪第七章二十五节 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 生命纪第七章二十五节 二十六节 好 我们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 他们教科的神像 好 在这里面讲得很清楚 那个他们雕刻的神像 你们要用火焚烧 把他整个形象都要烧掉 抹掉 要是金子 银子他烧了以后 他那个金子银子会化掉 那个形象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形象是非常重要的 OK 旗上的金银 你们不可贪图也不可收取 不可贪图也不可收取 就是我们把这个金子银子融化了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收取 旗上的金银也不可收取 免得你们因此陷入网罗 这个网罗是什么呢 他用的这个不是说 免得你们陷入监牢 他为什么用网罗呢 你想这个网子是怎么样 他把一个动物一下子 吊起来的时候怎么样 这个网子 第一个它是软的 但是它一吊起来 网子都把这个动物 就把它贴身 那么贴在你身上 你这个手就爱手爱脚 那么再加上怎么样 是软的 你使不上力量 所以动物一被掉到网罗里面 它就动弹不了 它虽然在挣扎 它只是那个网子里面 你要把一个人 或是一个动物 关在一个硬的地方的话 它还可以匆匆撞撞 它有活动的空间 但是在网罗里面就没有 所以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罗 当我们惧怕一个人 或是一件事的时候 你就全身没有力量 该讲的话也不会讲了 该说的话也不懂得说了 该做的事也不晓得 为什么 那个恐惧就把你像网罗一样抓住 所以说有时候 我碰到很坚固的 很难的属灵征战 我就告诉自己 不能害怕仇敌的攻击 一定要勇敢的面对 因为基督的精兵是往前走 你的所有的这个装备是在前面 背上没有 所以只能往前走 他说那可证的物 你还不可以带进到家中去 不然你就成了当毁灭的 所以弟兄姊妹 等我们回去到大家中的时候 你要看 有没有当灭之物 各样偶像的形象 还有各式样的书籍 极有偶像的形象 要把它丢干净 还有什么呢 有没有看这个什么 这个Harry Potter这是什么 英文中文叫什么 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 这个哈利波特东西要丢 这里面有邪术巫术 有邪术巫术 曾经有人买过这种东西到家里面 就一直连续发生很惨的状况 出车祸了什么障碍症 那么这个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带着可证的东西 所以这个可证的东西不仅仅是形象 还有什么要听的东西 看的东西 还有包括别人赠送给你的礼物 如果说这个礼物 要是本身好像看不出来有什么 但是这个人他要是受了很严重的影响 我告诉你一个实际的例子 我就曾经请一个 我过去教过的一个学生 后来他走偏了我不知道 我请他来的时候呢 有同学就告诉我 说这个人有问题 我说为什么有问题呢 他说这个人讲话祷告太严厉 不像一个有带着神的仆人的爱心 我说他自己自律很严格 所以他可能对别人也是很严格 所以我就没有特别理他 为什么呢 因为控告长老的臣子 必须要不能以一个为准 需要两个三个以上才能注意到 这是圣经的原则 所以我想我就没理他 结果没想到到最后呢 我发觉他有问题了 等我发觉他有问题的时候 这个攻击就来到了 来到怎么样 每天有一个刀来扎我的心脏 一扎的时候我马上就按手祷告 还好感谢主持人 又给我点恩膏和全病 我就挡掉了 每天有个三五次 很辛苦 后来有一天我就跟师母说 你来为我祷告 他也有先知其事的恩赐 祷告以后到时候 我们有你这个学生的讲义跟书 还有CD 我们就开始丢 等到丢完了以后 就变成一天五六次 到了一个礼拜也有两三次 这个尖的东西来扎心脏的感觉 后来我们说还有 我们又找出来一些他的CD 教导 教导什么 教导圣经 你说教导圣经怎么会有邪术巫术 因为他本身讲话的声音里面有带的 比如说有一个很有恩膏的人在跟你讲话 你会不会感觉到有那个圣灵的能力 会不会有 会 同样的一个被邪灵充满的 他跟你讲话的邪灵死亡的力量就尽了 结果我们把那个CD剪掉 通通丢了以后 就没有再发生这个事情 但是当时我们学校有一个班长很相信他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 他的心脏半膜突然被一种过滤性病毒攻击 差点死掉 记不记得他是攻击你心脏 后来那个学生呢 他原来是个运动员身体非常好 躺在床上两个礼拜起步来床 他说我一起来就天旋地转 没有办法走路 发高烧 因为他心脏已经发炎了 他都不晓得 后来呢我说我一听他讲 他说牧师我不能来上课 因为我这边有感冒 重感冒 我听他讲完以后 我说不对 这个不像重感冒的征兆 我说你赶快到医院去看 结果他就 还好他自己 因为他运动一样 他身体还算是不错 就自己开车去了 到了医院 医生一看 他说你怎么现在才来 你本来应该走了的人 因为你心脏半膜 被病毒攻击 他说我不知道这个病毒从哪里来 怎么会跑到你心脏里面去 我说这是邪数无数 但是这个姐妹怎么样 她不相信 那个先知很滤极很严格 每天早上晚上都毒精祷告 常常进食 我说这都没有用 他已经走偏了 已经受了沾染 那他不信 结果怎么样 后来我听说他大概 这个班长以后到最后 连走楼梯都会喘气 心脏不行了 所以基兄姊妹 我们没有碰到严重的这种 假先知的灵攻击的时候 就不知道有多严重 在圣经里面的起书里讲到 狄基督兽跟假先知要丢到硫磺火壶 他特别把假先知跟撒旦并列在一起 因为当一个有恩高的人 他走偏了路 撒旦是高兴得不得了 他可以利用这个人身上恩高 转过来攻击教会 所以说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怎么样 叫做纸结 把家中可证的东西 当面之物通通的丢掉 不仅仅是偶像的形象 甚至于什么样 所以我们在学校里面 我们对于同学们出去外面参加聚会 我们不是反对 我说可以 但是你必须要把那个参加聚会的目者 或是团队 或是什么样的聚会 你告诉我们 我们来祷告 只要主说OK 绝对没有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教课的过程里面 我们发觉很多我们看的外面 很有恩高的 结果身上自己也带着相当大的沾染 所以这一点教会要怎么把关 是一个当顾自己 为什么呢 他教一遍出来 他要是受的沾染很厉害 教会通通受沾染 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 不知道而已 那么他在灵界里面 他会抵挡神 会抵挡神 所以这个巫术邪术这个东西 死亡一天的诠释 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是怎么样去防范这些事情 所以当雅干拿了这个当灭之物以后 他们攻打一个埃城 这个埃城是一个很小的城 这个埃城翻译出来 它这个希伯来的 翻出来的意思 就是一个heap of ruling 就是一堆的当灭 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 那么既然到这个埃城那么小 为什么两次在前面打败了 因为他们站不住脚 就是说当你有当灭之物 你身上受了很多沾染的时候 有邪术巫术或是这些东西 在你生命当中的时候 你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 很小的仇敌就可以把你打败 所以我们在学校里面 我们对弟兄姊们 尤其有先知气是恩赐的人 我们对他们要求的非常的严格 为什么要严格 生命 恩赐好练 生命难练 我讲一个例子 刚刚我们在圣灵做一些祷告 释放一些焦虑恐惧的人 有没有这样子的 有 那好 我问你 你们在有焦虑恐惧的时候 是不是常常有一个意念 叫你看一些东西 就看了人或是看了一些 你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不是 有没有这种情形 有没有 有 OK 那谁是把那个意念放进来的 你知道是谁吗 撒旦 心思意念的战场 常常往泥沫里面倒垃圾 我们通通把它吃进去 所以我们就中毒 中毒以后怎么样 就开始有问题了 那你碰到一个同样的状况 你就没办法去 没有办法去面对 很简单 以前我父亲从小带我很严格 常常是打的教育 直到年纪大了以后 我开始做牧师了 讲到上讲台是要命 怕得不得了 我说为什么会怕 也找不出原因来 后来做医治释放的时候 有一个人跟我讲 说吴牧师 你有惧怕失败的灵 在你的里面 我想一想 对哦 为什么呢 因为小时候我念书的时候 我有好动人的问题 念书念不好 念不好怎么样 我们那时候是打的教育 那个老师进来 那个算数学算不对 他拿一个藤鞭 放到水里面泡 泡那个藤鞭可以涨一倍 打下来的时候 那个声音 哇你听到整个课堂里面 就惨叫 你们现在老师还可以打人吗 不可以 你们好幸福哦 哎呀 我那时候数学做不好 被打了好多遍 还有的同学们 做的不好的被打得更惨 打了手 两个手都打肿了 还不但抽屁股 哇 真的是很惨 所以说呢 我就在想 哎 为什么会怕 不敢做这个上讲台 我就发觉是 不敢承担任何事情 因为怕做不好 就有什么 后果 可是那是什么 十几岁时候 你到了三四十岁 四五十岁 怎么还会有这个惧怕呢 因为那个根没有解决掉 它会连在一起 它在你下一子 在你的灵人的身处会连在一起 所以我发觉我做决定也很困难 所以以前师母一哥 他们做决定好困难 想很多 为什么呢 怕做错 那为什么怕做错 我也不知道 那真的是什么 怕什么 后果提罚 所以说后来我发觉这个问题以后 我就开始对我的小学老师 还有把我的父亲 我就开始祷告 我原谅 他们进入主耶稣的保学里面 把过去所带来的羞耻疼痛 自我形象低劣 怕失败 不敢承担责任 那么这些东西 我都开始祷告 弃绝 焚烧掉 我只能祷告了两个礼拜 每天量三四个小时 为这件事情 用方言导调 悟性祷告去破除 那过了两个礼拜以后 我就发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我就发觉 我上讲台没有这个束缚了 我想你看我现在在讲到很自然 为什么 你没有想要看到我走过那段日子多辛苦 所以内在医治是非常重要的 它有时候常常是在你的灵里面伸出 拿一个大铁球捆着你 你要怎么跑天路 很累 所以说这个当灭之物 这个当灭之物除了有固定的形象以外 或者是走偏路的 这种假先知假写族给你的一些东西 它也是讲圣经 你要特别注意 你知道撒旦圣经比你我都熟 你可以从哪里看得出来 他试探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主耶稣基督是什么 他说你饿了 你可以把这个石头变为面包 是不是 主说什么 他说当要听神的话 神的话是我们这一切的 好了 那撒旦什么时候 就把他带到这个墊的顶上 他说你从这个墊顶上跳去 他必会猜浅你的使者 拖住你的脚 使你的脚布置跌于盘石上 岩石上 这个是诗篇里的一句话 他会不会用这个神的话 太熟了 你知道他被创造以后 在你我没有出生以前 我不知道他活了多久 所以他对神的话比你我都还要熟 所以说这个问题就在这里很困难 那么所以说你看 这个亚干是什么拿了一些被这个当灭之物 这个可证之物或者当灭之物 这个横子上面有偶像的形象 那么这个偶像的形象不仅仅是一个刻画出来的 还有在心中里的偶像 有一次我老大那时候小的时候 大概是六年级吧还是厨艺吧 他那时候喜欢看日本卡通片什么叫火龙珠 你们台湾有吗 七龙珠 两个手一笔就给火球哄上出去 头发竖起来的 穿了红颜色 是不是你们都看过 后来呢 这个有一次祷告的时候 我还记得这是郭美江牧师在为我们祷告 他就说 他说你这个儿子里面 屋子里面挂了一个红色的 一个海报红色的小男孩 上帝不喜欢他 叫他拿下来 我其实我 这是你都没有注意到 就是视而不见 我就回到他屋子房间里面 一开门 那个小男孩在那边 我就问他说 我说来来把那个画拿下来 上帝不喜欢 结果我的小孩就跟我说 爸爸他也不是偶像 他不是偶像 他不是像我们人所拜的那种偶像 然后你知道圣灵真是很聪明 他马上就叫我问他说 我就用英文嘛 我就说 What does this little boy mean to you 我说这个小男孩对你来讲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他怎么说 He is my idol 他是我的偶像 我说OK 你自己说了 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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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天生一生 没有老天爷算了一次 他不听话 我跟你讲 这个爹不听 上面还有个大爹 你知道后来他念 我先讲偏出来一点 他大学毕业找到工作了 他就想搬出去住 我说你要搬到哪里 他说搬到海边去住 你知道美国的海边房子是超贵的 我说你这个房钱你怎么办 他说我已经找了一个roommate 一个同寝室的 我第二个问题是说 男的女的 他说爸爸 现在大家都这么做 我说大家都这么做 我不管 他说你是我的儿子 你不能这么做 你老爸是牧师 他说放心了爸爸 我不会碰那个女孩 这个女孩长得很丑啊 我说你们两个进进出出 就看得不对 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 众人以为美的就要留心去做 对不对 留意去做 那圣灵怎么又把它反过来说 众人以为不美的事 就留意不要去做 我跟你讲 有的时候真的好方便 然后我就说你不行这样 他说爸爸我钱已经交了 他就顶我了 他说我现在跟你讲 不是要你同意 我只是通知你而已 这个北方那批就 尤大的狮子要出来了 后来那师母晚上才不要讲 他说我钱交了 我也退不出来 我说好 我说主啊 他一走开来我就祷告 我说主你认为这个事情不好 就叫他不要去 第二个 礼拜一上班被解雇 他不听这个爹的 上面还有一个爹 你这个爹地是跑得天下海小 都跑不出去了 他回来了 很颓上 其实老板蛮喜欢他的 但是就是把他给解雇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不知道 最近公司生意不好 解雇了两个人 我是其中之一 我说没关系 家里有房子 我说你在家住 我跟他讲完后把门一关 我说哈利路亚 感谢主 反正他现在也听不到我讲到 所以没问题 所以说呢 那么所以雅干拿了当灭之物 你要知道 这个当灭之物除了有形象以外 还要注意知道 这个神给你的是什么样的人 他有没有受沾染 那最难分辨的就是在 主内的弟兄姊妹 或是牧者使徒先知 他有没有走偏了路 你知道我们在学校里面 我们教导的时候呢 我们以前有一个学校的 这个分校的校长呢 他就是主任 他就是 常常就是请 他自己想要的 请的人 我说那这些人你知道 你邀请一定要跟我讲 为什么 我要祷告 我说我是在讲台上 我是六亲不认 为什么呢 你根本不知道 这个讲员的灵里面的状况 只有上帝知道 后来呢 结果他就请了一些讲员 就没有通知过 他自己在学校的外面办举会 结果呢 就邀请学生们去参加 结果有些带刀者 不能进那个房子 一进房子 头就痛 为什么带刀者会 因为带刀者 常常在神面前打过 他们的灵比较敏锐 比较敏锐 所以他们就不能进去 然后要完进去 听完回去 就吐了一塌糊涂 后来呢 这些带刀者就不去了 然后呢 这个负责的弟兄就说 你们不合群 你们不听命令 不顺服 后来那些带刀者就说 我没有办法 进去都沾染了一塌糊涂 那个弟兄说 我怎么没有感觉 因为他身上也很多问题 所以说呢 后来那几个带刀者 就跟我讲 他说牧师 我们就不来学学了 我说这个不能 你们要来 为什么 你们是你们的 这个学校的眼睛跟耳朵 你们在灵里面可以观察 我就跟这个弟兄讲 我说你呀 你以后再请人 一定要跟我说 他说我在学校外面请 我说你在学校外面请 不许请学校的学生去听 你要是不跟我讲 为什么 去听完了 弄了一塌糊涂 脏东西又带回来 大家都会传递的 会不会 会啊 恩高是传递的 邪灵的东西也会传的 所以说呢 我们要对这个 这个当灭之物要注意到 如果说你把每一个事情 或是一个人 或是一件东西 或是你的孩子 你的丈夫 你的妻子 你的事业 当成你的偶像 我们也要在神面前认罪 神是第一个 那你说为什么神是第一个 神讲得很清楚 神是一个忌邪的神 有没有 中文是讲忌邪 英文你知道他讲什么 jealous 忌妒的神 我想可能中文在翻译最早的时候 他说神怎么会忌妒呢 他会 很简单 我们姐妹 大部分都结婚了 我说结过婚的姐妹 你一定很爱你老公 是不是 如果说你老公在外面找了一个小三 你觉得会怎么样 会不会嫉妒 还是说任他去 我再给他找小四小五 会不会这样子 不可能吧 有什么样 这个是这样 上帝说什么样 妻子要爱丈夫 是不是 要爱丈夫 其实在新约是 丈夫要爱妻子 那么在旧约里面 那个咒诅下来说什么 他说你什么 要爱你的丈夫 你丈夫必什么样 侠管你 所以说还叫你要受生产之苦 有痛就有爱 所以母亲对孩子的爱是很深的 那个母爱很细腻的 那么还有什么 爱老公 OK 那老公是你的天 孩子是你的弟 所以说有时候 一些姐妹离婚的时候 那个孩子 老公都没有了 哇 那这个姐妹很惨 天跟地都没有了 那么所以说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呢 你爱一个人爱得很深的时候 你希望他给你那什么 是他对你的爱跟关怀 不一定是要做那个 几上亿的豪宅 但我不说反对那个豪宅 就是说你真正的一个爱的家庭 不是在物质方面就可以满足 你可以坐最好的车子 开 坐最好的房子 开最棒的车子 如果说家里面你的老公在外面 一天到晚 小三小四小五的 你没有幸福可言 那个车子不能安慰你 那个房子也不能安慰你 只有你丈夫的爱才能安慰你 所以说既然是这样子 怎么样呢 这个神对我们就是完全的爱 他会为我们死的那个爱 你要是把这个爱挪去给别的事情的时候 对他来讲是非常残酷的一件事情 你拒绝他 让他有唯一的喜乐 就是得到你我的心 他什么都有 他就是需要你那颗心 因为他是爱 所以对兄姊妹 我们爱主耶稣基督 都要靠神来帮助我们来爱他 真的 我常常有祷告 主要求你帮助我更爱你 为什么呢 这个很正常的 如果说今天一个男孩子 在追一个女孩子 他跟这个女孩子说 哎呀 请你帮助我更爱你 你觉得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那女孩子就说算了 可能会这样讲 对不对 叫我帮助你爱我 那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你懂我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对神的关系是这样 那么这样子我们把任何事情放在神之上 对他来讲是一个很残酷的事情 主耶稣的心是神的心是非常的柔软的 有一次我看到主耶稣来到我面前 他把他的心捧到他的手上 他要交给我 那个心看起来什么 除了有一个心的这个形状以外呢 像那个红色的那个 那个叫Jello Jello叫什么 果冻 对了 叫果冻 哇在他手上 哇我一看 我当时我真的哭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哭呢 他的心是那么柔软的 我主跟主说 我主啊我是人啊 我会犯罪哦 我犯罪会伤到你的心哦 他没有收回去 我懂了 就是你有这样的想法 他才敢把心交给你 但是我把心 我领受那个心 我就发觉有几件事情发生 第一个 我心越来越柔软 我就发觉对弟兄姊妹的爱 就会开始更增加 但是你爱增加的时候 你也容易受伤 哦 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说我们要体谅神的心 我们要好好怎么样 把家中还有心中的偶像要除掉 好我们先来来做一些祷告 我们自己先在神面前先莫道 如果说你觉得在你的心中 有任何事情 有超过比耶稣更重要的 你要认罪悔改 你是不是把你的儿子 把你的女儿 把你的丈夫 或是把你的妻子 把你的事业 或是把你的健康 这一切事情就看得比耶稣更重要 你就要在那里认罪悔改 那第二件事情 我们要回去想想看 有没有什么要当灭之物在我们家中 有偶像形象 或是有一些书籍 一些刊物 是不是讨神所喜悦的 有带来乌术 有带来邪术的 有带来淫乱的 有带来这个 这个暴力的 那这些事情我们都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 回到家 回到家要把这些东西除掉 我们先自己在神面前认罪悔改 祷告 然后我来为大家做 集体的一致释放 有带来自身的一致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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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来为自己曾经或是收过这些当面之物的 无论是有偶像形象的 或是有一些巫术邪术有关的一些书籍 或是一些异端的一些书籍 我们曾经看过的 甚至我们曾经因我们也要学习的 或是我们心中有一些事情或是人 他的地位已经超过了你在我心中的地位 主要我们都在你面前来认罪悔改 我们认罪悔改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想起来 家中还有很多哪些不合乎你心意的当面之物 或是可证之物 不论是是否有别神的名号或是有形象 主要求你使我们想起来 我们回到家里我们要做捷径的工作 我们不给仇敌有任何居所在我们的当中 因为我们的家 我们的身体都是分别为神的 我们也把我们的心思和意念交在你的手中 或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 我们也不能把任何人或是事物 摆在超过你的地位 因为当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的时候 仇敌一切的势力都要往后退去 现在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弃绝砍断 我们要焚烧掉任何在我们家中有不洁之路 主要我们要把那些字画 书报 书籍 CD 或是任何的教导关于有仇敌 所遗留的任何东西 或是过去的一些大事 法事 所给我们挣过的开光灌顶的这些珠子佛珠 等等我们通通要把它清除掉 我们也不在乎它到底有多少钱 我们就是要完全把它清除掉 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好 使我们不在仇敌面前衰败 不被仇敌吞吃 我们感谢主 我们赞美你 所以我们在这里祷告 谢谢你的全听 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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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弃绝 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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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焚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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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切当灭之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这一切当灭之物在我们的家中 这些当灭之物在我们的这个新式意念里面 主要我们来你面前认罪悔改 主要我们有拜偶像行邪术的 不仅仅是在我们这个世代 主要又是在我们的家族里面 是一直追踪到亚当世代 主要我们在那里有拜偶像行邪术的 我们有流无故人血的罪的 我们有贪恋不亦制裁的罪的 我们有在那里犯淫乱的罪的 主要我们都在你面前认罪悔改 我们在那里认罪悔改 我们认罪悔改 我们弃绝砍断跟我们家族 包括我们自己 还有我们祖先所犯的这些罪 任何的这些罪的挟制和后果 不再归于我们的身上 主要因为我们承担不起 主要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那些疾病 那些攻击 那些灾难 有人就说这是家族性的 但是家族性的罪在那里 是仇敌 有借口来攻击 吞吃我们的健康 我们的人际关系 我们的财富 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家庭神道 我们通通放在你的宝血当中 写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弃绝砍断 焚烧掉这一切的事物 在我们当中 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主要我们不容许有任何当面之物 在我们的家中 我们也不容许有任何当面 那个可证之物 在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心事和意念里面 主要我们通通要弃绝 弃绝 弃绝砍断 弃绝 焚烧掉 在我们心事里面 任何不洁净可证悟的事情 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无论是我们在过去 所看的任何的 一些巫术和邪术的书籍 或是有一些这个 淫乱的书籍 或是有一些暴力的书籍 或电影 主要我们都在你面前 认罪悔改 这些都是当面之物 主要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耶耶耶耶耶耶 量感谢主 赞美主 主我们在这里祷告 谢谢你的垂听 主啊你的宝血 你的宝血 你的这个浇灌在我们的身上 浇灌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 浇灌在我们的家庭 浇灌在我们的丈夫 浇灌在我们的妻子 浇灌在我们的孩子们的身上 主啊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主啊我们所所做的一切事情 求你自己来祝福 我们感谢主 我们赞美你 我也在这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弃绝砍断 焚烧掉那些吞吃的灵 焚烧掉那些疾病的灵 焚烧掉那死亡阴间的权势 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你不许来吞吃我们的东西 你不许来吞吃神所赐给我们的 我们已经为我们的祖先 为我们自己来认罪悔改 所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撒点你完全退出去 从我们的身上 完全退出去 从我们的这个生命里面 完全退出去 从我们家中神所赐的一切的恩典 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我们要承受承传 神所给我们每一样的允许 就我们感谢主 我们赞美主 我们在这里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好 跟神祝福大家 我们谢谢吴提牧师 哈利路亚 请敬拜团到前面来